文 葛总 我的前东家 华为任老板说过一句话 大意是 有些人其实可以做元帅 但就是没有处理好从士兵到班长这个环节 任老板讲的是员工的管理能力 计算员工直接做事完成任务 而管理者则是通过下属做事去完成组织任务 前者关注的事事 后者关注的事人 逻辑很不一样 很多新进管理者屁股已经做到管理位置了 逻辑还没切换过来 对如何监督下属 激励下属 如何放权和考核 不说一窍不通 常常是毫不在意 最后的处理就难免简单粗暴 所以任老板说他们明明可以做到元帅 但从士兵到班长这个环节就掉了链子 这是很可惜的 今天这篇我不准备讲管理 我想从管理的相反角度 也就是被管理的角度 去看待一个问题 如何成为一个更容易被管理的下属 套用人老板的话来说就是 很多基层可惜了 他们明明可以做到副总经理 却在当员工的时候就没过关 副总经理这个名头 没有总经理那么体面 光鲜 但是老江湖们都知道 副手这个位置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前几天见了一个客户 聊起房间八卦 他们有伤的一位副总经理 出差拜访客户 结果被客户匪夷所思的留下来 直接给受编了 回到公司告知老板 我不是出差回来 我是来当面给您辞职的 这副总就是那种更容易被管理的下属 这里的容易被管理不是奴性 不是凡事妥协 不是在领导面前唯唯诺诺 而是特别知道怎么理解领导 接纳领导 尤其被我客户盛赞的一点 就是他的情商超高 情绪管理也超好 他的前老板属于天生雄才大略 极度聪明 极度强悍 不过性子急 要求高 动不动就开口骂娘 公司上下从高管到中层 个个怕他怕得要命 远远看到都绕圈子躲着走那种 只有这位副总总有办法让老板情绪舒缓 老板前一刻还愁眉不展 他一开口似乎事情没那么困难 卢把力希望就还有 时间一长 这位副总就成了老板遇到要紧事 总会招呼一声 快去把张总请来的那个张总 如今这老板再也请不来张总了 人家有了别的去处 都说反扑外的终极之路就是离职 人家的境界更高 成了前老板的客户 这种境界需要修炼 不过在修炼之前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得先做了 就是在观念上突破自己对领导的厌恶 对我也不想遮掩 我说的就是厌恶 很多人职场上混不上去 最大一个因素就是厌恶领导 不但厌恶 而且对这种厌恶不加掩饰 或者说段位不够掩饰不住 还是拿我自己来说吧 我之前海外的工作经历里 有段时间就不得不跟一个领导长期相处 我不能说特别厌恶 至少是比较排斥他 排斥他啥呢 就是他性格比较杀法果决 说话跟个流氓样 句句带刺 分分钟拍桌子 跟他在一起 压力极大 这就导致 只要不是必须面对 我都尽量躲着他 我那会儿还年轻 本身也心高气傲 心想去你妈的 我把工作干好就行了 为啥非要忍你 那一年华为内部配股 我拿到手的非常少 只觉得领导操弹 自己倒了八辈子煤 于是更加不待见他了 后来有一天 我也成了管理者 我渐渐发现自己的性格 怎么跟之前 那个流氓领导挺像 慢慢才明白 这不是人品 或者性格的原因 推动事情 带一点杀伐之气 是绝大多数管理者的选择 因为这条路成本最低 平和 安静 将心比心去说服别人 不是不可以 但是对个人能量的要求 太高了 公司的大小事 搞得人一天到晚心烦气躁 管理者哪里还有这个耐心去劝说 去忍耐呢 所以管理者脾气都不太好 实属正常 真正从人品到性格 烂得掉扎的领导 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多 只可惜 那会儿我并不懂 否则以我的工作能力和业绩 早就该晋升才对 而且 如果能在他身边近距离观察 就像我后来的下属 在我这里学到不少一样 我本来也可以学到更多 又过了好多年 我的直级在网上走 个人体悟也更深了 今天的我 更相信一个道理 就是 一个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事物越多 他就越自由 真正的强者 并不寄希望于对方的接纳 而是在每一段关系里 总是首先去主动理解和接纳对方 因为理解 所以知道对方在意和不在意什么 需要什么和害怕什么 就能把关系的主动权 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这跟你是下属还是上司 并没什么关系 反过来看 每多一个你难以接受的人 就是为自己竖起一道墙 墙看似保护 却是一种限制 限制到最后 自己反而深陷求聋 而不自知 去看众看众 这种东西 里面